当我听到2019矿装病毒疾病疫情时 我就知道不用多久它会传播到新加坡来 果然在1月23号有了第一期确诊病例 我们的一些员工必须实力居家通知 不过还好因为大家互相配合填补空缺 所以整体运作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此外公司也定时每天两次为员工测量体温 也增加了店面消毒的次数 不过我们的生意额开始下滑 尤其是在张仪机场乌节路和旅客较多的地点 所以我们很感激今年财政预算案中 一些协助企业度过难关的计划 我们将直接从雇用补贴计划和加薪补贴计划中受益 由于我们是中小型企业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员工是新加坡人 这些计划确实能帮我们减轻薪资方面的成本 公司税回扣对我们的资金周转也有帮助 我觉得每一家公司都能随着自己的需要去善用这些计划 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情况 在这艰难的时刻和政府携手稳定我们的业务 身为新加坡人 我希望我们的社群能够同心协力 再次建立互信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无论付出多寡 我相信那些贡献一定能让我们战胜COVID-19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